看看 今天我们又带猫猫们来见识超大的猫沙盆了 还记得去年9月 在东黄第一次见到沙漠 走走看看才五颗月大 如今他们的快途 已经不输蹲蹲蹲蹲蹲了 但这次的猫沙盆有点不一样 不仅背后就是森林 河流 远处还有连绵的雪山 哇 这里好绝啊 再次进入沙漠的猫猫们 哦呦 一气烫半半啊 像是回家了一样的自在 躺完就开始干他们的证实 他们在前面一趴一趴的爽 咱们就得跟在后面一铲一铲的挖 还不到半小时 四只小猫咪倒是一身轻 站在三千米海拔 爬上爬下的我们 已经跟不上他们了 灯灯 灯灯 我连半条命都没有 于是我们给他系上牵一身 这下都跑不掉了 然而 四只猫走出三个方向 咱们压根动不掉 算了 还是坐下来 安静地欣赏风景吧 此刻乌云已经散去 雪山就在头顶 而在日照金山下 小猫咪们又开始了 他们新一轮的事业